古关公务段的工程人员 目测这颗打在路面上的巨石 至少有20公吨 另外指标19.7公里左右 山壁整片滑落 大量落石不但砸回马路 还直冲山谷 尽管如此 工程人员还是争分赶鸟和时间赛跑 如果没有下雨或渔震 造成持续崩塌 预计4月7号下午有机会抢通 那公务段今天主要的机具 总共出动了7台机具 那在综合变道里面 分三个点进行享休 公务段希望可以在明天左右 尽量可以把它打通完成 古关公务段6日出动7台机具 在综合变道分三处抢修 这三处平景点分别是 16.4公里处落石由4200立方公尺 18.8公里处落石由5000立方公尺 19.7公里处则是更严重的崩塌点 公务段正在加紧赶工 就算打通了也要看安全与否 才能确定是否可以开放通行 目前中横变道仍然持续封闭 如果有大离山的湘心 需要往返离山 可改由台14甲线或台7甲线进出 明显中不正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